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高中化学科 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单元是 雅佛加绝假说的应用 主讲和平高中刘士诚老师 本单元有四个学习重点 首先 我们要将雅佛加绝假说加以推论 也就是讨论气体的分子数跟体积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来说明雅佛加绝的分子学说 第三个部分我们要利用雅佛加绝定律 来求出气体分子的相对质量 最后 我们要利用雅佛加绝定律 来说明不同的气体有相同的mol体积 首先我们来说明雅佛加绝假说的推论 1811年的时候 意大利的雅佛加绝提出了 同温同压下 即使是不同的气体 只要是同体积 那么他们 将含有相同的气体的分子 也就是说 在 同温同压下 即使是不同的气体 它的体积跟它的分子数 应该有数学上正比的关系 那这一些 这个定律呢 再结合过去的波伊尔定律 跟查理定律 那么就能够呢 写出 完整的 理想气体方程式 不过 这个 并不在本单元的学习范围 我们在耳后的单元会给大家 详细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看看雅佛加绝假说跟原子学说的关系 我们举上次的例子来说明 我们将氢气跟氯气化合成氯化氢 从实验里面我们知道它的体积比氢比氯比氯化氢 是1比1比2 那么依照雅佛加绝 定律 它的分子数比应该是氢比氯比氯化氢 也是1比1比2 我们有个模型来说明 也就是一个氢的 原子跟一个 氯的原子 会化合成 两个氯化氢 那么 依照 达尔通的原子学说 元素是由原子构成的 所以构成氢的如果是氢原子 构成氯的如果是氯原子的话 那么 他们如果会变成两个氯化氢 那么每一个氢原子跟每一个氯原子 应该会被切成两半 这违反了 原子不能被分割的原则 那也就是说 原子学说在这里呢 发生了一些冲突 也就是氢跟氯化合成氯化氢的时候 所以这里的氢原素应该由氢分子构成 而氢分子一定含有偶数个氢原子 也就是至少有两个氢原子构成氢分子 同样的道理 氢分子 也应该是偶数个 也许最少有两个 氢的原子构成氢的 分子 那么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分割成 变成两个氢化氢 那么它的反应呢 比较合适的情况 应该 写成H2加C2变成2HCl 所以雅弗加绝为了 弥补原子学说在这里的不足呢 所以提出了分子学说 他认为决定气体化学性质的最小粒子 应该为分子 而分子应该是原子所构成的 那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把分子当成 分类成单原子的分子 也就是一个原子就能够形成一个分子 像钝气 亥乃亚克仙 我们常见的气体里面很多都是双原子分子 像氢气 氮气氧气 氟 氯 那么 还有像 液体液态的锈 以及固态的点 那么 大多数的 我们所看到的分子应该都是多原子分子 像水有 两个氢跟一个氧 所以写成H2O 二氧化碳 写成CO2 这是多原子分子 亚弗加绝 假说的最终的应用是 它可以测量相对的分子量 我们以刚刚氢跟氯化合成氯化氢 它的体积比是1 1比1比2为例子 因为它的体积比是1比1比2 所以它的分子数呢 比呢 也是1比1比2 接下来我们测量这个反应 的重量比 就是氢跟氯 以及氯化氢的重量比 它的重量比是1比35.5比72 那么 我们 可以啊 来讨论 这里面氢跟氯的质量关系 因为他们的体积比是1比1 所以他们的分子数比也是1比1 所以假设 氢有n个分子 那么氯应该有n个分子 那么他们在这个体积之下 它的质量是1比35.5 也就是 每一个分子的氢 应该是1除以n 那么每一个分子的氯 应该是35.5除以n 所以啊 他们每一个分子的氢跟每一个分子的氯的质量比 应该是1比35.5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利用 同体积的质量比 气体同体积的质量比 应该就可以求出它分质量的比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亚弗加决假说跟气体的木偶体积 因为同温同压下 同体积即使是不同的气体 它含有相同的分子数 那我们反过来说 同温同压下 相同分子数的不同的气体 是不是应该有相同的体积呢 那么 1mol的气体 它的体积叫做mol体积 那么我们常见有几种 不同的状态 第1种叫做 STP 就是标准的 温压状态 那这个所指的是 0度C 一个大气压下 那气体 每1mol的体积 不同的气体 每1mol的体积 应该相同 我们测出来 大概是 22.4公升 每1mol 另外如果我们把温度提高到 NTP 也就是所谓的 常温常压 那这个温度是25度C 它的压力是一个大气压 那它的 体积会稍微膨胀 是 24.5公升 最后我们来看 这个真实气体的 mol体积 大概是 多少呢 这里有两个气球 分别是 1mol的氢气 跟1mol的氯气 那么 从刚刚 我们讨论到的 在常温常压下 NTP 下 那么它们的 mol体积 大概是 24.5公升 那这个大概是像气球 这个气球 那它的直径 大概是 40公分直径的气球 那这个里面的气体 它所含的气体的 分子数目 大概就是 1mol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亚佛加决定律的例子 在同温同压下 10毫升的甲烷 它含有 x个分子 那么 多少毫升的氮气 也含有x个分子呢 依照 亚佛加决定律 同温同压下 气体的体积比 会等于分子数比 那么 对甲烷来讲 一个甲烷 有一个碳 跟 4个氢 所以它应该有 5个原子 那么 一个氮是N2 所以它应该是 两个原子 所以两个原子 会形成 一个分子 所以 气体的体积比呢 应该等于 10 比上 V 假设 氮有V毫升 应该等于它的分子数比 那么 因为甲烷 每一个甲烷 有5个原子 现在有x个原子 将 有x除以5 这么多个分子 那么 氮的话 它 也有x个原子 每一个氮分子有两个原子 所以它应该有x除以2个分子 我们解除 我们解除这个 V N2 应该等于 25毫升 所以答案应该选 C 最后我们来回顾 本单元的重点 首先 我们重复了 亚佛加绝 假说的推论 也就是同温同压下 气体的 体积 与分子数 是正比的关系 接下来 我们说明了 亚佛加绝的分子学说 也就是决定 气体分子化学性质的最小例子 是 分子 接下来 亚佛加绝 定律可以告诉我们 气体分子的相对质量 当我们在同体积的质量比 就会等于它的分子量比 最后 亚佛加绝 告诉我们 气体 煤磨的气体 即使是不同的气体 它的磨磨体积 都是相同的 像在STP下 气体的磨磨体积 都是 22.4公升 感谢 教授群 对我们团队的指导